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个视频呢满满都是干货 因为我打算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期 就是我今年用下来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些好物推荐 那这些东西呢 里面不仅有吃的 有用的 有日常的 还有包括各种 就是琳琅满目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吧 好首先给大家分享的呢 是几个无印良品的东西 我还是蛮喜欢买无印良品的东西的 那第一个呢 是来自于他们家的这个透明的杯子 这个杯子呢 价格不贵 大概是28还不是38 我不太记得了 好像就二三十块钱也不贵 它是这种就是高棚硅的那种玻璃材质 所以它是那种很薄的那种 小小的一个耳朵的手柄 拿在手上也是非常的就是顺手 然后它的容量好像是有300多 我会把容量写在旁边 这个杯子自从我买来以后 我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要用到它 我基本上是用它来喝咖啡的 虽然我有蛮多杯子的 但是这个杯子我就是总是会伸手去拿它 因为它真的就是看上去好像平平无奇 非常的简单 但是实际上它就非常的顺手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顺手两个字 我还有很多其他杯子 其他杯子也会用 但是就是没有它用的顺手 它尤其是它正好卡在我的胶囊 咖啡机的下面也是大小刚好 然后它整体的这种弧形 然后这种流畅度 整个就你喝水 或者是我当然不太用它喝水了 就是你用它喝点饮料或者什么的 就是会觉得特别顺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是忍不住去拿它 他们家其实这个材质 好像还有那种不带这种BAR的那种 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有拿手的这种 对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强烈一下大家推荐 如果你考虑买一个咖啡杯 或者你喜欢收集杯子 我建议大家去试一下这个 第二个是来自于母音良品 他们家这个帆布袋 这是一个大概在他们店里面 卖90多的一个帆布袋 其实对于帆布袋来讲不算是便宜的 但是这个帆布袋它好就好在 它前面有两个 这个帆布袋我刚刚洗过 所以可能有点皱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它好就好在前面有两个口袋 要知道前面有两个口袋 对于拿取东西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里面也有一个这种 就是帆布袋里面这种隔层 因为有的帆布袋 它就是一个桶到底 它没有任何隔层 所以你拿东西简直就是在大海捞针 但是这个它有几个隔层 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所以我平时比如说 我上班现在基本上都是帆布袋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买包的镜头就是帆布袋 对吧 我基本上东西呢 就是这个容量 这个体积是我日常 就是上班的话 就是非常够的一个容量 然后我东西呢 主要东西我一般就是往里面塞 有的时候塞点早饭啦 有的时候塞点文件啊 反正什么都有 有的时候电脑我14寸的电脑 它是可以放的下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方便 当然就是这个袋子稍微有一点点短 就是大家看只有这种夏天的衣服 这样子背 夏天的衣服它是刚好可以卡在这儿的 但如果你冬天穿的比较厚 可能就不太行 但是这个前面这个口袋真的是 大家看我的手机啊 我就把它这样子放在前面 然后拿的时候 因为你看它的深度可能不明显 它的深度就正好是这个Pro Max的 这个大小的这个长度 所以你的手机就刚好卡在边上 但是又不会露出太多容易掉 所以你如果是像我们那个工作的地方 它是你进那个园区就必须要扫码 或者是扫你的健康码 所以你就得掏手机 如果你的就是放在手机放在这个里面 你掏要掏半天对吧 就不太方便 但是你放在这儿 掏出来可太方便了 而且你的口红啊 什么的耳机啊 这种小部件 就可以放在另外后面的这个口袋 就是非常的方便 就像这种前面有两个口袋的 这种帆布袋 建议大家人手一个 你用过你就知道它有多好用 多方便了 这个呢是无印良品他们家的 这个大概是十几块钱一个的这种麻袋 其实这个已经流行很久了 我也是买了也没有很久 但是我用下来 我会觉得确实还蛮好用的 首先它这个大小 也是基本上是通勤 通勤党必备吧 而且它的质量 就它这个把手啊 就是质量非常的好 就是比较厚实 我在网上有买过那种便宜的几块钱的 但我是觉得那个几块钱呢 它怎么说呢 它没有它的这个边缘 收的这么 这么笔直干净 然后也没有它这个把手 这边就是这么的 有质感 所以我会觉得虽然贵一些 但是好像还是有它贵的道理 而且它这种 就这样自然垂下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就这么一个大小 基本上是日常 就是随便拎点什么东西 随便出去稍微小逛一下 或者你就是一点杂物的话 这种袋子就是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整体这种麻料的质感 也是非常的有质感吧 可以说是 也不是说那种有质感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不会觉得像是 你从超市里面得到的袋子 或者是某个什么牛奶 什么送的那种袋子那样子 花里胡哨的 你就会觉得素一点会好一点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无印良品的几个东西 接下来我要介绍几个居家的东西 首先呢 是这个来自于妙节 他们家的这个竹镜去油摆节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上面写的是这个 竹镜去油摆节布这几个字 它里面我拿一块 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拿的 还是有点湿的 大家不要介意啊 有点脏脏的 它是这一面是这种绒的 就是我理解啊 是那种竹纤维之类的吧 然后这一头的话是那种带有 就是比较粗糙 比较有磨砂感的那种材质 你一般来讲 如果你的锅是不粘锅的话 可以用这一面 然后你就是如果是那种稍微 比较容易粘的那种锅 可以用这一面 它确实洗那种油污非常的快 而且它没有那么伤锅 我之前买那种 就是妙节他们家普通的那种的海绵块 我觉得它那个摩擦面 会比较的伤那种不粘锅 就是很容易把那个涂层给刮下来 但这个就不会那么的容易刮下来 但是它油污又清洁的很干净 就你用起来就是非常的顺手 而且它干起来也是相对 就是南方来讲是比较快的了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我之前用了很多年 妙节他们家的普通的那种海绵块 但我之后我打算就是长期回购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薄薄一片 然后整个在就是很好用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也有点词穷 就是觉得用起来很顺手 很好用 就很省心的那 接下来是一个海绵块 那是来自于我不知道是哪个牌子 反正我是在李佳琪直播间当时买的9块钱 还是9块93块吧 这种的 它其实也是这种普通海绵块 但它好像这个面会比普通的这种海绵块的 这个 我觉得还好吧 没有那么的膜 它一进水 它整个就会变软一点 关键是它这个小柴犬真的好可爱 如果你喜欢这种 就是萌萌的东西放在厨房里面 就给自己增加一点乐趣的话 我觉得这个 我用了一块了 我觉得是很好用的 非常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一个东西 就真的 大家快看 真的超可爱的 然后它每一个好像柴犬是不太一样的 像这个是这种 这个是这种 就可可爱爱的两个小柴犬 接下来我要给喜欢喝咖啡的人推荐两个好物了 这个是我验证了 我身边大概 反正少说有三四个吧 那种喜欢喝咖啡的人 包括我自己 我会觉得就是还蛮好喝的一个咖啡 就是来自于这个 叫做光宗豆浩他们家的 我会把名字打在上面 光宗豆浩他们家的云南挂尔咖啡 然后这个是巴西精品挂尔咖啡 这两个我觉得云南这个小粒咖啡会更好喝一些 然后这个巴西的我觉得会比云南的要再淡一点点 这两个我觉得都很不错 虽然我自己是有咖啡机 然后外面也能买到咖啡 但有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试一下挂尔这种形式 对吧 有的时候你在办公室 如果你把一杯挂尔挂到那边 然后让那个水慢慢滴漏下去 我觉得是属于你在办公室可以稍微休息 或者是思考那么一小段时间人生的一个时候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挂尔也有它的意义了 里面这种独立包装的 它一盒有十包 所以你就是哪怕你出门在外 你也可以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带着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咖啡真的 我第一次是别人安利给我的 我当时就是也是试试看嘛 就喝了一次 发现它真的比那种咖啡粉或者是速溶咖啡来讲 会更顺滑 而且我一个就是常年喝速溶和挂尔的朋友 他尝试了这个以后 他就说这个确实很好喝 它的那种好喝是一种女生会喜欢的咖啡的顺滑感 它不用加牛奶 它也是一种很顺滑的 但是它不会像拿铁那么的淡 我觉得很多女生喜欢拿铁 是因为它里面充了很多牛奶嘛 然后会比较顺滑 但是我觉得它本身就是很好入口 就是那种顺滑 但因为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很喜欢喝拿铁 因为我觉得拿铁没什么咖啡味 那它会比拿铁的就是味道要浓嘛 主要我觉得还是它顺滑感 你喝一次你就知道 它那种顺滑感是可以征服你的那种 所以我特别喜欢 它名字在这里 对 就是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淘宝搜一下 我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说他的同事从云南就是背回来的 然后给了我那么一片两片 我试了一下我就自己在网上下单了 光宗多厚他们家的挂耳 我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喝挂耳的人 那我建议你回去试一下 有没有现在开始注重自己每天需要运动啊 健身啊这一块的小伙伴 如果有的话我希望这个推荐能够帮到你 就是我今年618在网上买的 这个不是什么直播间买的 就是他们家官方几间店买的 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的一个筋膜枪 其实它还蛮大的 大家看我的手啊 它比我的手要大一些的 说是这已经是他们家小号了 这家的筋膜枪主打的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好像是什么理疗师和那种医生 就是他们研究的一个 它拿在手上是非常有质感的 然后它有两个头 一个是这种普通头 还有一个那种尖嘴的头嘛 这个他们家因为主打的是非常专业的那种 就是理疗型的筋膜枪 所以我当时看它价格真的是很贵 我觉得筋膜枪就几百块 但是它家已经上1500还是多少 就是蛮贵的 618就是有活动 我才就是买一下 我就感觉 因为我不确定这种东西对我有没有用嘛 用下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很明显 如果我比如说我前一天跳舞跳的比较猛 可能练了三四个小时的那种大的动作 或者甚至有地板动作这种 就是用它在睡觉前稍微打个五分钟 随便这种打一打 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这边有个按钮 把它按开 然后它这里启动了对吧 然后再按一下 大家看它就已经开始那个了 动了 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手臂 比如说肩颈 然后包括我是经常需要打腿的 就是大腿这种 然后你长按它 它其实是在改变 你长按 一直按着 长按它的话它就可以关掉 当然我刚开始拿的时候 因为没有用罐肌膜枪 我觉得震到我手麻 就是属于拿的手震到手麻 但是用罐我发现其实是有用的 这个东西 我的习惯非常不好 就是我跳完舞 我不去拉伸的一个人 可能我跳完舞或上完课 我直接回家了 第二天呢 我有段时间就是可能练的比较猛吧 然后就腿 第二天经常会很酸 酸到做不了第二天的动作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嘛 因为你前一天就是等于你消耗完了 然后那个乳酸堆积太多了 你到第二天你动不了 其实前一天就算你练的时间再长 你第二天动不了 还是等于就是 大家懂我意思吧 就还不如每天可持续性发展 用了这个以后 我就发现确实第二天会缓解很多 就第二天也能动了 而且区别蛮明显的 我如果是没有拉伸 没有去就是用它的话 那第二天就会很明显 有乳酸堆积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实有效的 最后是我私心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两个店铺 有没有小伙伴 就是不知道去网上哪里买好的裤子和T恤 这种东西的 像我的话 我现在基本上不太去买优衣裤了 因为优衣裤怎么说 我觉得它的裤型的话 都是那种锥型的 不太适合我 我觉得我穿锥型的会显得我特别的矮 然后它的那个T恤虽然说很好穿 但是呢 我觉得它更适合当居家服 就是说优衣裤他们家的T恤 我穿上会容易显得就是虎背熊腰的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家不知道是剪裁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就是很容易显得虎背熊腰 所以我就基本上现在不太穿优衣裤的T恤了 就有一些以前买的 可能就当居家服了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两个店铺 第一个呢是7144JIT 这个也是我追新的时候 因为这家店铺赞助了赞多的衣服 所以我才买了试了 而我觉得还不错 他们家的衣服就比较走日系风休闲风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穿日系那种色调的 或者是日系那种休闲的那种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家 我觉得那一家就是属于比较有看头的一家吧 而且他们家上新什么的也还不错 还有一家店我不会读 但是我会把店铺名字放在屏幕上 那家店呢 我觉得他们家的T恤就是 它穿在身上 我觉得它材质会比优衣裤那种要软 所以它贴身穿了以后 你会觉得它会不会那么虎背熊腰 会显得你比较的好看 就是你穿上是衣服衬你的那种感觉 虽然也是简简单单T恤 而且价格也差不多在100 200的样子吧 我觉得就还不错 所以向大家推荐 就是如果你想说买来穿一穿那种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家买裤子的店铺 这是我今年买了最多裤子的一家店 叫做Simple Peace 可能有些小伙伴知道 我之前也在我的购物开箱里面 有给大家分享过 他们家的裤子 尤其是这种偏西装感的这种裤子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我今年真的买了好多 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尝试的状态 去买了一条咖啡色的裤子 然后我发现那个裤子穿起来 真的又飘逸又好看 它的那种好看是它的剪裁 非常的有筋骨感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它虽然飘逸 但是它那个型很有型 很有筋骨感 所以有轮有脚的那种感觉 修饰你就很好看 然后我当时我穿着那个去工作 然后马上有小伙伴来问我要链接 所以我后来就追加了 买了他们家其他两个颜色 都非常好看好穿 我就把那款的裤子颜色就收集齐了 后来我又试了一下他们家 就是别的款式的 也是这种比较偏这种飘逸的 因为夏天的话不是穿这种 米白色的裤子吗 然后又不知道买哪个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 像这个我是觉得它不太透的 因为我也不会有那么鲜艳的内裤了 所以不太透 大家可以看 它其实不太透的 对吧 白色裤子不透真的很难的 然后它是这种比较温柔的米 所以也是比较百搭 关于他们家裤子真的 像它这个材质就很神奇 我穿它跳舞或者怎么样 基本上是它不粘腿 但是又很有弹力 然后就是很透气爽 反正就是整个就很舒服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家裤子 我今年就光他们家的裤子 那像这种是一个比较飘逸感的 这种米白的一个衬衫 大家看到 就可以当外套穿的那一种 就非常的 它的剪裁什么的 就感觉非常有质感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皮衣 我也买了 这个是我今年春天的时候买的 就是质感就非常的好 大家看 我觉得能肉眼可见的 它的质感好吧 而且它会送这种 就是衣架 上面印了他们的那个店铺名 就整个的东西的质感就非常的好 我的价格也比较的适中 所以他们家真的就是衣服很容易买上瘾 很容易就是 反正我对他家是这样的 就是买一件 我觉得哇 不错 然后感觉 好像能把我以前担心的一些 别的衣服带来的忧患给解决掉 然后我就会去买其他同款 同别的色系 所以 非常的喜欢这家店 向大家按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个视频有能够给你们种稻草 你们有种草什么可以给我留言弹幕 那我们就下次视频再见了 拜拜